大家好,我是阿琪 今天是9月22日 我太太今早早就出發去了醫院準備生小孩 因為她昨晚凌晨的時候,肚子已經不斷作痛了 今早早更加出了羊水 證明我的女兒趕著出生 我太太今早早就去醫院準備開刀生小孩 開刀之前就要不吃飯、不喝水超過8小時 才可以進行手術 所以在今早早出發之後 現在差不多已經是下午的時間 聽說已經進入手術室 現在我們就即時去醫院 看看能否看到小孩或探望太太 現在的心情可以說是非常緊張和很開心 在矛盾心情的情況下就跟大家說兩句 今次我女兒出生的日子都比起預產期早了一個星期 但說回上次春天出生的時候更加誇張 是早了整個月 上次生日春天的時候就在曼谷的拉跑私家醫院 因為私家醫院給了一大塊錢 待會兒肚子當然非常好 簡直就像貴賓一樣 在生完春天出來之後 醫院方面都會有大量的護士去照顧你太太 而且小孩生完出來之後 都會有三天的時間 都會由護士去幫你悉心照顧 並且在這個日子裡面 護士都會教導你爸爸媽媽 如何照顧小孩 如何幫他們洗澡 如何為他們喝奶等等 而在私家醫院的病房裡面 更加有另一張細床 讓爸爸在那裡可以陪伴她太太 一起度過那三天的治療時間 但是說回現在政府醫院 究竟她的待遇會是天與地的分別 傳聞或其他泰國的朋友都已經知道 這次因為奈何我們在外山蝦 如果在這裡生小孩的話 我們想過度過的選擇 最好都是在這裡的政府醫院 但是她的待遇究竟是怎樣 可能過幾天就告訴大家 但是現在心情很緊張 希望可以一切平衡 但是看到我女兒第一面的時候 究竟會是怎樣呢 但是當我們去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們說 說這裡由疫情開始至今 已經是禁止親人來探訪 是怕你外郎的人士 將疾病傳染到她的新生嬰兒身上 所以在這個時候 雖然知道女兒應該已經出世了 但是也無怪第一時間看到她一面 並且這裡沒有一些玻璃透明的房間 被親人可以雙隔地探望 所以我只能夠等我太太 做完手術 麻醉漬藥效過了 醒了休息之後 等她拍照來看 工人姐姐和護士聊了一會後發現 原來在政府醫院裡 有很多物資都需要自己購買 當中更加包括 吃飯的匙巾叉 或是碗碟等等 都是要自備的 上次生春天去私家醫院 當然就是兩手空空去都沒有問題 但是今次政府醫院的話 可能就除了 嬰兒和媽媽的日常生活用品 三副鞋物要準備充足之外 更加需要一些雜費 就在醫院裡 另外購買一些 平時比較少會用到的物資 在問送完物資之後 因為無法探望 所以都是回家靜心等待 等到差不多 晚上的時候 我太太終於 發了第一段影片給我 終於看到女兒的第一面 知道太太他們 沒有女平安 我都馬上放心了 跟太太視像通話 聊了一會兒之後 就了解到 政府醫院和私家醫院 確實分別非常大 當中最為之辛苦 就是在病房裡面 原來是不開冷氣的 而且在病房裡面 有十張病床 同時用納十個病人 所以內裡的環境 非常吵吵和炎熱 而在照顧BB方面 之前私家醫院非常好 先幫你照顧三天 但這次在政府醫院 對比就非常大 當你做完手術 睡醒了一下 他就會直接把BB放在你旁邊 然後媽媽就要開始 24小時照顧自己的BB 包括餵奶、換尿片、換衣服等等 如果媽媽的傷口沒那麼痛 可以落地走走的時候 就要開始幫BB洗澡 不要以為很簡單 臭過小朋友的人都知道 以上每一樣東西 都是非常有學問的 對於新生父母來說 就可能非常困難了 但我太太有春天的經驗 相信絕對可以應付得來 所以 母愛真的非常偉大 真的辛苦了我太太了 太太和妹妹 還要在醫院度過三天之後 才可以出院 我們三天之後 見面吧 我可以看到 我們三天之後 我明天到來 我明天到來 也沒有 我們對 我們對 關鍵 的感觉 如何 为了当天的愿望 笑说 富贵与否 不相当 明日 如你手牵手一起 幸福中走过 春来 如天点落在 时月时关中记载 天晴尿飞的路上 未来的日子可能有快乐 或者悲伤 但我也希望藉着这段片可以记录一下我 曾经在人生之中感到最幸福的一个时刻 最后要非常感谢一帮不离不弃的观众 一直不厌其凡地 收看我的生活故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沙利吉普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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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